主料,蛋黄108克,蛋白144克,地粉63克,辅量,糖13克,牛腩32克,蜂蜜25克,黄油13克,草莓100克,白糖58克,白糖10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13克细砂糖和蜂蜜混合。 隔水加热到40度,加入蛋黄搅拌到发白,蛋白打至粗泡,下一搓盐,打至细白泡沫,立刻分三次加入58克细砂糖,打至接近干净发泡提起油弯钩,将1分钟蛋白加入到蛋黄中,拌匀,删入滴粉,拌匀,加入剩下的1分钟蛋白切拌匀,牛奶和黄油为菠萝丁一下, 然后搅拌乳化,淋到刮刀上,使之均匀倒入面糊中,切拌均匀,把面糊倒入铺着油纸的烤盘上,用刮刀抹平表面,180度烤17分钟左右出炉,直接淋油纸一起抬出来放在烤碗上,撕开四边,晾凉,淡奶油加入10克白糖达到6成发。 蛋糕亮温后撕去油纸,一到一块形的油纸上,底面向上,抹上打好的淡奶油,铺上切成绿的草莓,从一边卷起,然后用油纸包好放冰箱冷藏2小时,引上切片,烹饪技巧。 一,蛋白打算后加入面粉一定要切拌,二,卷蛋糕卷时,要卷了尖湿一些才好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